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就是说病人经常会引起睫毛炎扮有肝炎症 或者肝炎症扮有肝炎症 当他最初有睫毛炎的时候 那么他就是说抵抗力差 就各种诱因就容易加重 就是说是进而就很快引起了肝炎症 也就是说他引起肝炎症的几率就会增加 同时得了肝炎症以后 那么得睫毛炎的几率也容易增加 也就是这两种病经常是相伴而行的 当然也有各类有的病人来了 就是说我只是得了睫毛炎没有肝炎症 或者只是有肝炎症没有睫毛炎 也就是说这一种病人的病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